世界平定 一下飞机不小心经过五分的大河 也就是湄公河的支流蒙河 想把我才瞄了一眼 就知道事情给它不太对劲了 这水也淹得太严重了吧 一问才知道 泰国今年遭受严重的水灾 大水淹没了很多地方 根据资料显示 泰国总共有72个浦 浦相当于我们的神 既然超过一半的浦 才遭洪水的袭击 吓人啊 这家还蛮有闲情意志的 带着小朋友在那里管水 然后看有没有办法捞到几条鱼 然后看水的深度 大概几摇骨 所以代表说没有淹水之前 这边根本还没有水 因为你看那边有个房子 房子也盖在那 那代表说这座桥呢 河的河道应该很窄的 不像现在整个淹到旁边去的 像这边 这户人家的一楼 全部淹掉了 淹了一半 而且观众你现在所看到的 这个水灾的情形呢 是这条温河啊 这个支流 在东北部这条支流的水灾呢 已经淹了一个月了 一个月啊 所以听说地区性有很多地方 开始有流行传染病起来 当然我希望它不是那么严重啦 只是偶发了一些案例而已 坐上当地水上餐厅的船 我们跟着老板进入灾区 有人说这次泰国六十年来 最严重的水灾 不过当地人却说 四五年前的那一场是更惨的 众说奔云 什么我也撒不来都啦 反正就是上游一直下雨 然后中下游开始氾滥 最后呢 就成了这一片水乡泽谷 我们现在要到更里面的地方去 看看这个当地附近的区民啊 他们受灾的程度到底是怎么样 我记得我小时候呢 在台湾也遇过一次大水灾 是在我佛中的时候 佛山吧 大概十几年前 我名声社区的大水灾 就是内湖跟松山那一个大手灾 我家住三楼 从我家的阳台 伸脚下去就可以摸到水了 那个时候呢 我记得那个明权大楼底下 有去谷馆 然后有卖那个象鱼 很大很大的象鱼 就因为淹水水 就让那个玻璃破掉 象鱼就跑出来了 所以呢 就可以看到很多人去捞象鱼啊 还有一些死竹石啊 不过泰国更夸张 有恶鱼出现 我不知道会不会伤有 然后呢 现在挨家挨步的都得靠这个足法 来运送骨骑品 运送民生用品 拿门咧 或是小船 那个那边也看 要出门的都要用小船 按赞 马路变水道 本来开车改成划船 连观光景点也才看得到的可爱小艇 都派上了用场 还有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 连鸡也搬到二楼上去住了 小狗呢更是不敢钓鱼轻心 乖乖趴在主人架高的平台上 而居民则是以往迷淹水的高处 三步时划划小船回来看看家里的状况 不过还好 政府有意思意思 每户补助一万五泰铢 不然真不知道他们要怎么购买 回到岸上之后 我们驱蛇往五分一个偏僻的小乡村 那哭辣前进 这个地方啊如果没有用卫星导航 我看这是找不到 前面这些羊肠小径这样进来 外面是完全没有住人的 一进来就有几户人家住在这边 这个因为要不是排令姐去问村长的话 应该找不到这个地方 那这里叫什么名字啊 呃 这边叫做Amper Pumpkin Amper Pumpkin Amper Pumpkin 也是在乌本府的一个县 那那个小朋友他自己呢 那个小朋友啊他 他应该也是算皮肤上的一种病变 他已经十三岁了 这边的人都知道这个人了 OK OK 我知道的大概也是这样啦 那我们来了解好了 OK 我们继续看看他 比乡下还要乡下 是小马我对这个村落的第一印象 交通和资讯的不方便 可想而知 就连常住在泰国的排令姐 所得到的讯息 也是少知又少议 平不平平的南海 更是我们唯一知道的资料 然而就在我们向当地媒体打听的过程中 却意外听到一个令人震惊的名称 让我们无论如何也要来一探究竟 小朋友还不在 这两位是爸妈是不是 你好 你好 这个送给你们 你问他一下这个小朋友啊 生下来的时候就已经是有皮肤病 还是后来才会有 开始找这个东西 三个月以后才开始症状出现 是哦 那医生怎么讲 就是说他那个皮肤的那个毛囊组织 有问题 对 那那个会传染吗 医生说他这个不会传染 不会传染 因为是他本身的毛囊的这个变化 所以不会传染给别人 那整个面积大概有多大 那明天明天 应该算是全身90%以上 90%以上 那会痒吗 会痒啊 会痒啊 太阳晒也会 帮那个弟弟洗澡的时候 有时候还会有一些味道 因为好像说那个皮肤 已经有点溃烂 烂烂的 溃烂会有那个臭味 泡了水就像早晶苔 时间到了就会剥落 全身有90%被覆盖 他们的形容让小马终于了解 为什么当地媒体 会给他蜥蜴少年 如此害人的名号 他真的是动物神的转世吗 还是有什么不为仁慈的秘密 而接下来究竟又会看到什么样的画面 小马我真的不敢想像 还是有带了个东西给他 就是他年纪比较大嘛 在家里面可以玩玩测飞标 其实我也蛮爱玩这个的 然后呢 有没有 我们现在全球在蜂蜜的足球 我们现在全球在蜂蜜的足球 真的很严重耶 你好你好 你好 它叫什么名字 他的泰文名叫陶瓦柴 这个先送给你 你好你好 然后呢 这个也是给你的 这是一个摄飞标的 仔细看一下喔 它这个皮肤上面呢 有点干裂掉 它这个啊 手的上面你看 都已经结成这样一块一块的 最主要是 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的是 它连手掌都是一样的 然后你看这都会流血 对 有没有 这会痛吧 你问它会不会痛 会不会痛 有 会痛啊 它说你看像这一块是 已经掉了 问题是掉了还会重新 还会再重新再长 对 你讲真的啊 这个我好像看到蜥蜜 有没有 有一些蜥蜴的纹路啊 跟蜥蜴的皮肤 跟这个肌肤上一模一模一样 蜥蜴给我感觉上就是长这个样子 但是呢 它这个皮肤病 是我还真的没有见过 身体里面也是吗 对啊 对啊 跟蜥蜴啊 原生都是 所以已经脱掉了 蜥蜴 蜴蜴 他说真的要长新活 震惊 不是因为他的样子 而是因为他选择 勇敢面对镜头的勇气 如果动物神之说 只是一个谣言 媒体的炒作 那他将接受多少异样的眼光 他的身心也一定饱受折磨 但是在小妈我的眼中 他仍然只是一个普通的13岁小男孩 他能躺着睡吗 能正常的洗澡吗 走路会不会痛 这些不舍的心情 让小妈我更想了解他 我在想他这个手 如果说他要做一些很大的动作的话 应该都不太好做 像我们的手 我们手可以这样握 你手可以这样握吗 你 他握不 没有办法握完全 他没有办法像我们完全这样握好 他一定会有一个 你看 空空的 因为他里面都是硬掉的 他屁股也长吗 他的就是 帮他留了一个 OK的脸而已 对 只有脸没有长 脸跟头上面没有 那弟弟你晚上睡觉好不好睡觉 可以啊 可以啊 已经习惯了 他现在还要每个月去医院吗 不要 不要 不用 就不用去啦 没有药可以擦 医生说没有办法 说出医生诊断结果的那一刻 娃的父母露出了无奈的眼神 因为这等于宣判了娃的一辈子 会和别人不同 不过即使如此 说什么他们也不会放弃自己的小孩 而是更加倍努力的工作 希望能为娃找到更好的医生 做更好的智能 其实让我很欣贵的一件事情是呢 我们这13岁的娃 这位小朋友呢 他本身很乖 有妈妈叫他做家事的时候 他会倒杂缸 会帮忙家里面 所以我们现在在他们家的厨房里面呢 他负责点火 有没有 这是他可以做的工作 因为他能够做的工作并不多 他平常在家里面都帮妈妈什么忙 煮饭 可以做一些扫地 扫地 他可以做的就这些吗 碰水的比较难 对不对 像洗衣服就很难 不可以 不可以 洗碗也不行 也不行 那他会炒菜吗 他会炒菜吗 他会炒菜 会 真的假的 那你叫他 你说 你可不可以请他炒一道菜给我吃 我要吃 我要吃我不管 我要吃 我要吃 他很害羞 他说他会煮这个鱼虾简单的饭给你们吃 好好好 简单的蛋 没关系 嘿嘿 就说想把我炉人的功夫是一流的吧 马上又炉到一盘蛋 不过呢 因为我啊的家 是最传统的泰国农家 生活呢 自然不是那么好过 就连要请我们吃的蛋 也是跟隔壁先借来的 至于另外一样 糯米饭 则是泰国东北地区 家家户户必备的主食 好香喔 哇 哇 好香很香耶 有没有 我们的what 炒的蛋 然后要配合呢 这个东北 泰国东北的主食 糯米饭来了 耶 你看到没有 我跟你讲 一个人呢 会被炒蛋 要看他盐份放的均不均匀 有些人炒蛋 一炒起来那个 盐夾粿 有没有 我先吃吃看他这个蛋 哎呦 我跟你讲 一盘蛋 不用任何菜 好不好 我绝对不跟观众糊烂 我有办法 他这一盘蛋 我就把这个糯米饭给吃掉 因为很好吃 我跟你讲 他煮蛋的技术蛮好的 因为呢 哎 小猫这里没有你的笨哦 有没有 吃一个蛋 然后吃一个糯米饭 然后这样捏一捏 有没有 泰国人 你在泰国的这个东北乡下地方 他们吃饭就是这样 一口糯米饭 一口菜 又软又香的蛋 加上超级嚼劲的糯米饭 也算得上是一种绝配啦 可能大家看到 挖在装糯米饭的样子 会觉得心里怕怕的 不过小猫我可是一点都不担心哦 你看你看看 炒蛋的香味 就连住在附近的好朋友 都跑不过来 臭热闹咯 你住哪里 那里 对面那边 他不是同一个学校的吗 他比较小 他比较小 他没有吃过他煮的蛋 我请你吃一罐 我请你吃一个 我请你吃一个 来 这是他煮的 然后我们要再弄一个糯米饭 你别吃 别客气啦 人家啊 老爷又上身了 对 每次一想到人家 我就想到神 你觉得 阿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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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萊子是好吃的 好吃 阿萊子 那你第一次认识挖的时候 你什么感觉 没有没有什么感觉 没有 我跟你讲 要我就直接问 好不好 但是观众朋友要多提亮 你看到他这样子 你的皮肤这样子 你会不会怕怕的 不会怕 他一点也不怕 很好 由于娃 在出生三个月后 这样如同西一般的皮肤 就从脚踝 慢慢覆盖到全身 和别人不一样的长相 虽然不见得会被别人欺负 但是要认识新的朋友 对他来说 却是难上加难 所以他现在 也只有住在附近的邻居 和从小到大的玩伴 这些真正了解他的人 才是他生命当中最好的朋友 其实娃这个小朋友 每次当他要洗澡 或是洗手的时候 是他最困难的一件事情 因为他那个上面是干裂的 如果碰到水的时候 他会变得比较湿湿的 然后呢 听说会发出一股恶臭 然后呢 就是因为他不太容易干燥之后呢 这可能会脱落 所以他刚好也煮了菜了 也用了木材了 所以手有点脏 我们现在先帮他来洗洗手 然后他整个家里面的 这个蓄水池很好玩 蓄水池里面有鱼耶 有没有 好大自然的感觉喔 好来 我洗手 他可以用这个吗 肥皂可以用 肥皂可以用 好 先洗一洗 对 洗一洗 他还可以这样用力的搓喔 这样搓会不会痛 肥皂 不会 没有 没有痛 OK OK 我试试看喔 有一股怪味道 这个怪味道是结合他那个 就是皮肤因为这样 他本身会散发那种味道 因为他刚才有用肥皂洗手 所以他那个肥皂的味道呢 跟他那个皮肤散发出来的味道 结合在一起 我不太会讲啦 其实如果有受过伤的人都知道 巴每次要掉之前都有一股那种 那种 夾屁喔 夾屁那种味啊 所以他这个是整身的 所以你更可以想象得到 他这个味道很壮 你要不要洗洗脚 脚要不要洗洗 脚要不要洗洗 脚要洗洗 脚要洗洗 褲子把它卷起来 褲子先卷起来 乍看之下啊 他这个脚喔 如果没跟你讲 你刚刚看这个荧幕上面 镜头这样拨出去 有没有像一根树枝 有没有 像枯树枝一样 洗澡对每个人来说 也许是再普通不过的事 但是对于娃来说 却是煎熬 不单单是皮肤上的疼痛 而是没洗一次 散发出来的味道 都提醒着他 他在别人的眼中 是多么的不同 那现在他把脚擦干净了 我刚刚问他之后 他说洗手跟脚会最痛 但是痛的是痛在这个里面 这里的活动量比较大 所以比较会痛 而且这里的皮肤比较嫩嘛 那他走路会不会痛 他走路的时候也会痛 也会痛喔 那平常怎么办 你可以跑步吗 他可以跑但是痛 所以我在想说他已经13岁了 熬到这个日子十几年了 也习惯了 可能我们外人没有办法理解 那他平常出去跟朋友出去玩的时候 跌倒了 如果不小心跌倒 会不会整块掉下来 会啊 如果玩得很过分 很风 有时候摔倒 就像伤口流血这样子 你看这个感觉得到 他里面皮肤还没有长好 那整块外面的皮被硬硬拔拔拔掉了 所以一定会痛 所以难怪这边都有血色 和娃相处了半天下来 小马我发现 虽然娃对我们并不来斥 但是从他简单的回答 和保留的态度看得出来 他仍然对我们充满了戒心 也让小马我无法了解他的内心世界 不过没关系 就让小马我来发挥孩子王的本能 嘿嘿 管你是哪一国 都总是小马甘狗家啦 射标运动 比赛 输的 拖一件 拖一件 开牌 都考射呢 OK考射短了 敢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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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小字不能输 8分 8分 好 14分 耶 18分 28分 20分 18分 18分 20分 38分 4 4 5 8 4 5 5 8 看他開玩笑 看到娃在玩飛鏢的笑容 頓時讓小馬虎的心情放鬆了不少 不只是因為他能夠開心地玩 更因為小馬虎感覺到 娃已經把我當成真正的好朋友 樓上是挑高的這個有沒有 還有 二樓 然後還蠻涼爽的 走 我們進去看看 木造的房子 然後有鐵壁 比方下雨 尖封壁 來 我看看 你功課 就是你的功課對不對 他現在是幾年級 國中 那數學想不想數學 他數學不太好 數學不太好 英文 你的英文OK嗎 OK嗎 英文也不強啦 那我問問他很基本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Tawachai Tawachai 我覺得他發音很標準 My name is Tawachai How old are you Thirteen years old Thirteen years old 基本 基本 基本OK 對不對 太緊張了 太緊張了 OK What's your name 再問一遍 除了皮膚上的異狀 娃和一般的國中生 並沒有什麼不一樣 需要學習 需要關心 需要被鼓勵 而原本最能夠得到這些的學校 卻讓娃感到厭惡 甚至逃避 到底他在學校遭遇到什麼樣的對待呢 學校一般有幾個同學 長時間 那同學跟妳的感情好不好 沒有兩個 不太 不太好 一般啦 他說 一般 客氣啦 那同學會不會排擠他 沒有 可以吃 沒有可以吃 怎麼樣 他說 可能有的人 不是他同班的啦 就別班的 那 就是看到他的樣子會 對 不敢跟他接近 有點跟他保持距離的感覺 嗯 那最難過 讓他最難過的一次同學這樣子 欺負他 謝謝 他有在學校哭過 沒有 他沒有在學校哭過 掌聲鼓勵一下 真的 至少他是一個對不對 心裡面很勇敢的人 不要怕別人用異樣的眼光看自己 他很堅強 很堅強 真的很堅強 因為要這樣子不容易啊 你要想想看一走出去他是多麼特別 有多少人的眼睛在注視著他 我想我沒有看錯 娃的眼睛裡似乎閃爍著淚光 不過我想這個年紀的男孩子 是不會輕易掉眼淚的 只是這樣 反倒讓小馬我更加的擔心 擔心他在學校所受到的委屈 恐怕比他說出來的 還要多上好幾倍 離開娃的家 小馬我回想到和娃相處的一切 而我更加的相信 娃在未來 一定可以勇敢的面對一切的困境 世界定定